第一款降价10万,第二款降价20万,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狠啊兄弟们 这样的优惠力度你们见过吗?现在就连奔驰宝马也扛不住了 就更不要提什么二项豪瓦品牌了,并且他们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靠谱 只不过因为现在汽车市场比较冷淡,消费者手里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以下这四款豪瓦品牌为了刺激消费者才优惠这么大 而现在优惠完以后的价格可谓是非常的亲民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称他们为价格屠付一点都不为过 第一款宝马X1,起诉价27万9800到329万8 这款车中东又会近9万,实际到店的话10万一点都没有问题 可以这样说,它的起诉价目前只需要17万多就可以了 这样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一款宝马X1,想想也是很划算的 但是如果你想考虑宝马X1的话,那么我完全不建议你入手它的1.5T版本 因为它使用的是三缸发动机,马力140,明显就是小马拉大车 并且采用的还是七档试试双内核,性价比不算特别的高 这个也是宝马X1降价比较大的原因之一 而它的2.0T四缸发动机搭配的是8IT,性价比就非常的高了 起诉价33万9800,优惠完以后只缺24万多 2.0T加8IT的马力能够爆发出192,油耗8.1 虽然车长只有4米565,轴距2米78,空间方面表现不算特别的出色 但是外观的设计还是很让人喜欢的 再加上蓝鲜搬运的车标非常的吸睛,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如果说你有20万的预算,你会考虑这款车吗 第二款奔驰1QC,这款车现在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大 只不过这款车是纯电动SUV,在定价方面它比奔驰1QC高的太多了 同样它现在也是卖不动,库存也是非常的大 优惠力度也是特别的大 起售价是在491900到571900,部分地区终端优惠是在20万左右 入门几车型现在只需29万多,虽然这个力度很有人 但是这款车的优点却没有几个 续航历程只有440公里和443公里两个版本 可以说这个续航历程非常的普通,并且采用的还是3原理电池 好在这款车采用了交流易补前置和后置双电机驱动模式 动力操控还是非常的不错 另外这款车长度达到了4米74,轴距2米873 后排的空间表现非常的宽敞 但是谁会愿意花40多万去考虑一款续航只有400公里的SUV呢 如果说20多万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考虑的 毕竟开着奔驰SUV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如果说你有20多万,你会考虑这款车吗 第三款,凯迪拉克XT4 这款车制造价是在261700到354700 终端优惠是在5万左右 现在售价只需21万多 这样的优惠力度可以说非常亲民 现在20多万的售价,谁要考虑丰连汉兰达和本田CRV呢 外观方面它虽然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是也是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辨识度非常的高 但我个人感觉这并不算是一个亮点 它最大的另点就是这款车全系标备了200T加9AT的动力组合 马力能够包住237 再加上轻混系统的加持 油耗能够低至7.6 就算实际来开的话也才8个左右 所以说在油耗这一方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绝对是同级别车型中表现最好的 再加上这款车采用了麦福逊式独立悬挂 和厚多链杆式独立悬挂 舒适度和底盘通过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它也是承载式的车身 各方面的性能也提高了很多 它称得上是豪华SUV 现在21万多就能够买到这样一款豪华SUV 性价比方面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你有这个预算 你会考虑丰田汉兰男孩这款车呢 第四款奥迪A4L 这款车适合宝马3系奔驰C通级别的车型 如果说你想买BBA的话 那么这款车绝对是你绕不开的选择 写出在32万1800到39万6800 终端与会是在79万左右 现在入门级车型只缺24万多 并且三大件方面和奥迪A6L使用的都是同款 只不过调教不一样 都是2.0T的发动机 匹配7档湿式装力盒 同样也是分为高低功率版本 马力19和252 这一点和奥迪A6L是一样的 如果说预算不足 那么它的低功率版本也是值得考虑的 同时这也是它的畅销版本 零百加速是在8秒左右 油耗低至6个 这样的表现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这款车长度达到了4米858 轴距2米908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 现实间价位置需要22多万 性价比可以说非常的高啊 要比丰田凯美瑞 本田雅阁 日常天类等车型强大得太多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这四款车型 现在优惠力度都特别的大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心动 如果是你 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